我是林语 也是何家荣 2645集 此时奎木郎的心头更是诧异 他猜测 要么是高楼内的狙击手 突然出现了什么意外 要么是高楼内的敌人 故意没有对他进行设计 很明显前者可能性很低 所以极有可能是 高楼内的狙击手特意放他一马 虽然一时间无法猜测 这名狙击手真正的用意 但是没有从他开枪 对奎木郎来说 就是一种幸运 他索性不去多想 直接甩开膀子飞速地 朝着对面的居民楼 不出片刻 他便冲进了居民楼 而此时居民楼内的林语 何自珍等人 正与眼前的破影成员激斗 战局已呈现出了白热化的状态 林语和西蒙托夫两方加起来 已经再次折损了三四名队友 而对面的破影成员呢 也同样倒下了三四人 大家坚持住 瓦吉姆一边迎战 眼前的敌人 一边不忘扯着嗓子大喊 给战友们打气 咱们已经倒下了一半人手 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会儿 就能将他们坚属歼灭 为了鼓励大家 他特地夸大了战果 不过 分隔在楼层不同房间内的 克勒伯成员 无法了解整栋楼内的局势 所以对他的话是信以为真的 顿时大感兴奋 嘶吼一声 更加奋力地与眼前的敌人搏杀 就在这个时候 位于楼梯入口处的六一和张旭伟 突然惊声喊道 不好了 又有一部敌人冲上来了 什么 暗次大队的成员 顿时心里一颤 皆都是心惊胆战 毛骨悚然 连同西蒙托夫瓦吉姆两个人 也同样大惊失色 六一 张旭伟 你们胡说什么呢 西蒙托夫队上说了 破影总共有三支队伍 现在第三支队伍就在我们眼前呢 哪来其他敌人 队长 真的 确实又冲上来了一部敌人 他说话的间隙 楼道口已经冲上了七八个人了 也是跟破影成员同样的衣着和装备 而且已经有人掏出金属注射器 朝自己的胳膊上扎去了 这几个人 正是刚才从过街隧道中 逃出的那几名破影成员 他们还未冲上楼呢 便已观察到了战况的复杂和艰难 所以他们互相之间短暂交流商议之后 立马决定注射计划 直接将随身携带的基因药液注入身体 加入了战斗 何队长 果然又有一拨人冲了上来 瓦吉姆特意跑到楼梯口处看了一眼 顿时面如死灰 他已接触过两拨破影的人 所以只需要一眼便能够判定 刚冲上来的这帮人就是破影 怎么可能 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宗主 奎木狼办事不力 罪该万死 这个时候 奎木狼的声音突然从楼里面传了过来 语气急切 带着深深的自责和愧疚 听到奎木狼的声音 林雨心头咯噔一颤 立马明白怎么回事了 奎木狼终究还是没能守住隧道口内的那帮敌人 该死 西蒙托夫听到奎木狼的话 也立马知道了发生了什么 满怀绝望的大喊一声 一时间觉得天都要塌了 本来对付眼前这十几名破影成员 他们已是筋疲力竭 生死难料 现如今 又突然多了七八个敌人 无疑于雪上加霜 只怕今天他们这支克勒伯特别行动小队 要尽数折损在这儿了 一旁的何自珍他们 同样也是心头猛的一衬 面色铁青 虽然有一些惶恐 但是他们并未多眼 只是咬牙硬着头皮 与眼前的敌人对战 好在是除了西蒙托夫和瓦吉姆 剩下几名科勒伯成员听不懂中文 所以对六一和张旭伟等人的话没反应 仍旧专注于眼前的战斗 与此同时 奎木狼已经冲上来 迅速逃出匕首 与破影成员压杀在一处 他左右看了一眼 见林雨 离他的位置不远便高声喊道 宗主 是我没用 没有完成您交代的任务 等将这些敌人解决掉了之后 奎木狼再来跟您自裁谢罪 他知道 因为自己没有看守住这帮破影成员 势必要让安慈大队和克勒伯的人付出惨重代价 增加许多无畏的牺牲 甚至有可能危及到淋雨的安危 所以她内心自责不已 认定自己白死莫属 淋雨瞥了一眼奎木郎之后 她没有急着苛责 反倒是趁势引着眼前的敌人潮 往奎木郎那边靠去 同时沉生地问道 奎木郎大哥 这帮人不是已经被困在隧道里吗 为何他们跑出来了 宗主 是我没用 奎木郎的神色意气 满脸自责地说道 我只顾着盯着前面的过街隧道入口了 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被人给盯上了 你是说有人发现了你 淋雨顿时大为惊诧 对 其中还有个狙击手 奎木郎点点头将刚才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讲述给了淋雨 说到自己因为被隧道里的敌人扔石头 吸引了才幸运躲过了敌人 从后方射来的子弹 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毁怨呢 听到奎木郎的讲述淋雨脸色变得越发凝重 尤其是他听到躲避在后面高楼内的聚击手放过奎木郎一马 他心里暗自诧异 他突然意识到了其中必定有诈 莫非高楼上的那帮人跟破影并不是一伙儿的吗 从整个过程分析过来 他们之所以对你放冷枪是想除掉你 放隧道内的敌人出来 等他们看到隧道内的敌人已经冲出来了 而见你同样冲进这居民楼 便临时放弃了射杀你 说明他们的目的是想坐山观火斗 等我们和破影两败俱伤之后 再坐收渔翁之力 说完淋雨重重叹口气 没想到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除了破影第三支小队之外 还有另外残存势力和组织终于现身露面 可见他们跟破影交手之后 便被躲在暗处的势力和组织盯上 最终这些家伙了解情况以后 便出面对整个战局进行干预 导致奎木狼失守隧道入口 所以这件事情并不能怪奎木狼 就算是换作淋雨本人 也无法保证父辈受敌的情况下 将隧道内的敌人堪死 听到淋雨这番分析 奎木狼一时间恍然大悟 连连点头 宗主 您说的在理 看来这帮人确实不是破影的人 这样就能够解释 他们为何要放我离开了 奎木狼大哥 这件事情不怪你 是我时间疏忽了 没做好防备 宗主 您说这帮人 会不会就是佐罗他们 奎木狼咬着牙 冷声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